材料的性质 List of content 1.材料的性质 2.应用材料性质来创造物品 材料的性质 不同的材料具有不同的性质 材料的性质 1.热的绝缘体对热导体 热的绝缘体非金属是不容易传热的材料 热导体金属是容易传热的材料 材料的性质 2.电的绝缘体对电导体 电的绝缘体像胶、塑料、木材、玻璃等是电的绝缘体是不能让电流通过的材料 电导体金属是能让电流通过的材料是良好的电导体 材料的性质 3.浮透水对会吸水 不透水、塑料、金属、橡胶、玻璃等是不透水的材料 会吸水、棉、纸等是会吸水的材料 材料的性质 4.浮对沉 浮、木材、塑料等材料在水中是浮的 沉、金属、橡胶、玻璃等材料在水中是沉的 材料的性质 5.透明体对半透明体对不透明体 透明体有些玻璃和塑料是能让全部光透过的材料 半透明体有些塑料和玻璃只能让一部分光透过 在它们背面的物体会显得模糊 不透明体、棉、金属、木材、橡胶等都是不能让光透过的材料 材料的性质 6.有弹性对没有弹性 有弹性 橡胶是有弹性的材料 橡胶受到外力作用时会改变形状 外力消失后便会恢复原状 没有弹性 木材、金属、玻璃、塑料等是没有弹性的材料 应用材料性质来创造物品 人们根据物品的用途和各种材料的性质来选择适当的材料 创造物品 1.游泳眼镜 用金的袋子是由橡胶制成 因为具有弹性 容易带紧 用金的镜片是塑料的 因为它轻和透明 2.锅 锅是由金属制成 因为容易传热 锅的饼是由塑料制成 因为不容易传热 Thanks for watching 是感谢观看的意思 感谢观看